詞曲 李宗盛 2009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學生 他問我可不可以在 我的工作室在普興 那個老戲院做一個展覽 開始決定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跑到海邊去搬東西 有一天我們搬上車之後 那個陳泰華 他說剛剛那個 雨昕媽媽的朋友 一個歐巴桑問他的媽媽說 你那個男朋友是在做什麼 那他媽媽就直接回答說 他在普興賣古董 我們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們在濱海公路上開車 那我們整車都是垃圾 就是海邊前來的莫名其妙的物件 結果我們就說 那我們應該開一個公司 真的來賣 三個人講話就 對啊 這是 這不是垃圾 這是古董級的垃圾 那想想想 就會想說 研發 因為可能藝術就是一種研發 我們真的把這個整個展覽計畫叫做 古董級垃圾研發公司 因為你開始要跟人家解釋 人的身份的話 他一定是要有經濟交易 才是一個正當的身份或是工作 好像說真的開始思考這個古董跟垃圾跟藝術 這忽然發現他好像有一個 假如是一個簡單的分析的話 他好像是一個三角形 就是說古董垃圾跟藝術 他的差異跟介面其實很薄 古董很奇怪是 他其實是有應用功能的 從衣服到家具 他時間過久了 他失去了他的應用功能 但是他的經濟價值變高 他有專家的鑑定 那他假如沒有這些鑑定的話 他其實就是垃圾 你也不知道他會是什麼 他就是靠人的研究跟敘述 才可以成為古董 藝術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是他又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藝術他沒有 他很奇怪是他沒有應用的功能 藝術跟古董是一樣的 他是需要專家的鑑定 才可以有他的價值 那就是他也是經過很多 好像說很多體制跟專家的鑑定 美術館的鑑定 那垃圾又很奇怪 垃圾是他本來有應用的功能 結果他被用完了壞掉了 就丟掉了 他就沒有價值 他也許他是在顯示這三個東西 他的變化 這個鞋子跟這個木頭箱 他是另外一個情況在顯示這個狀況 那時候我們需要做一個扛棒的時候 我就說那你就畫他在這個扛棒上 扛棒的鞋子是阿泰剪的 玩具的腳是我剪的 他就把那個腳刺進鞋子 他先拍照 拍完照 他是頭領上再去畫 把那個形狀畫出來 真的是從一個廢棄物 它變成了一個物件的組裝 之後再變成攝影 變成攝影之後再變成繪畫 我們是好像是想要透明化這個process 跟這個過程 讓你看到這個東西的變化的可能性 在這個現場你看得到很多不一樣的例子 這三個三角形的變化 這個作品叫做一個公司 我們現在就是在公司裡面展示區 那外面就是我們的工廠 所以外面就是很多素材 我們用的一些原料 跟在進行中的一些計畫 也許有一些未完成 有些是在測試 它算是一個裝置 但是是真的會去使用 就是說這個展覽期間我們是每兩個禮拜 就是我們會來持續做一些別的東西 它是一個活的空間 活的公司在持續的研發 其實這個計畫叫做 古董級垃圾研發公司在206 好像引發人家問什麼是206 你假如真的去追問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206是北美館的 特殊點廠展示區域 它蓋的時候 它就是已經定義了那個功能 因為這個不過有一個 就像故宮那樣子 珍貴的山水畫 書法 所以那是一個 其實是作品很關鍵的內容 在討論這個轉變 垃圾轉變成古董轉變 對 一個東西在另外一個地方 或是被誰詮釋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詮釋 它都會改變它的定義跟價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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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